你在想求贏了 求董事長 好兩位好 部長 謝謝 本席質詢 我絕對無法接受陳青湖 被 這個裝置 太陽能光板 即使是水面浮動式的 您這個禮拜一已經 從山如流 確定了齁 確定了齁 好謝謝很感謝 陳青湖已經不裝置了 已經不裝置了 然後你要承諾 未來所有要裝置 太陽能電板的 一定要處理 景觀影響評估 好不好 包括今天好幾位委員 所關心的風景區 還有所關心的我們的水庫 你知道水庫 湖面風光之幽美 是台灣非常稀有的資產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這麼重要的稀有的資產 要用 怎麼樣的心情去呵護它 本席做了20年了 20年了 好不好 我相信委員關心的警官 我相信我們也是這樣 但是就是說我們即使裝也是非常有限 就回來了 陳青湖就回來了 好接下來 我們新政府對於再生能源 在2025年所佔的比重 現在是設定多少 20% 發電量還是裝置容量 發電量20% 發電量要佔20% 是不是 那我們一般發電量跟裝置容量之間的比率 差不多差多少 可能要到5倍到6倍 要這麼多 那你來看看你們做得到做不到 做不到 做得到做不到 你看看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本席比較 國民黨政府時代跟民進黨政府時代 我們對於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所做的計劃 國民黨的時代呢 我們用總裝置容量是用我們2015年的目標值來看 然後裝置容量的配比呢 我們是用2025年的預期目標值來看 那我們這樣一計算的結果 你會發現說 以太陽光電來講 國民黨政府的時期是6級瓦 對不對 6幾瓦 好 那就是6200個百萬瓦 好 那我們呢 增加了3.22倍 達到20幾瓦 那以總量來看的時候呢 整個國民黨政府時代 他們對再生能源 到2025年的總裝置容量 只佔所有裝置容量的25.59% 顯然它的發電量佔的是個位數 百分比是個位數 那我們呢 有達到發電量可以20%了嗎 你來看看我們的計劃 加起來 到2025年的時候 以我們現在所有的數據來看的話 我們總計再生能源比國民黨政府是增加2.19倍 沒有錯 其中太陽光電增加最多是3.22倍 從6幾瓦變成20幾瓦 但是我們的總配比 專制容量的總配比 只佔所有裝置容量總配比的56.09 那它的發電量會佔到20%嗎 來回答一下 剛剛董事長說要5倍 其實 這個3倍不到 我想董事長講的是 可能要只看太陽光電的話 可能要5倍6倍 那太陽光電5倍的話 40%除以5是多少 8% 8%嘛 對不對 它只剩下8%嘛 那下面幾倍 下面的部分 事實上 下面13%是幾倍 下面13%的話 裝置容量跟發電量 要跟委員報告 要看不同的在生能源 有百分之百嗎 有百分之百的部分就是說 有全部百分之百嗎 有像那個 來啦有沒有全部 地熱 像地熱水利 全部百分之百的話 加起來才20% 那怎麼辦 不夠 回去 再改 我想 跟那個委員報告 事實上 我們算出來的部分 是很詳細 算它的發電量的部分 這樣 你這個裝置容量56.09 這個說是5倍 只剩下8% 8加2 10.45 10.45 加起來多少 16.59 16.59 16.59 你算17好了 算18好了 18 19 23 全部百分之百 才23% 但是沒有辦法全部百分之百 所以加起來可以20%嗎 我想跟那個委員 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事實上我們是有詳細去算過 國內的這個 有沒有啦 你相信算過有沒有啦 有達到20% 有達到20% 那你看看太陽光電 多麼重要 還有這裡的離岸風力 多麼重要 它佔得多大的比重 然後水力其實這幾年 你看看那個成長 你看看下面的成長 水力幾乎不成長了嘛 然後生殖能廢棄物 也不算成長嘛 對不對 所以你全部在靠風力跟太陽能喔 所以部長 綠能開放自由化重不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你看看你兩年計畫 你才能增加多少 你看看下面的兩年計畫 兩年計畫 兩年計畫 要增加二十幾瓦欸 是 這非常非常的 急迫啊 是 所以要不要開放 投資綠能 當然要 那電業法通過 有沒有助於開放投資綠能 有 絕對有 有 還有它是不是可以有助於吸引外資 有的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最重要的是外資對不對 是 所以 電業法的通過 第一的 第一優先的急迫性 是為了吸引在那裡stand by的外資 是不是 吸引外資跟民間投資 好沒關係 外資跟民間投資 這些投資有沒有已經在那裡stand by 有一部分已經 已經來了 已經在討論了 有一部分已經在stand by在討論 包括Google對不對 其中有一些外資 是百分之百 希望用綠電才要來對不對 對 所以電業法的通過 對於 國際上面 非常指標性的 這一些 要用百分之百 綠電的 產業 在台灣投資的時候 職工 至少提供他們一個 自給自足 很重要的一個 發電的方式 對不對 它提供一個重要的誘因 但是它要逐步的達成這樣子 所以我本席其實很感謝 因為下個禮拜就輪到本席要來排了 很感謝 我們今天在經濟委員會 對於 反對黨所提的提案 我們最後是超越藍綠 超越黨派 我們沒有 什麼到各地去開十場公庭會 我們不會 我們最後呢 就加開一場 大家雙贏 那我今天在聽取許許多多的委員 他是非執政黨的委員 他們在這裡質詢的時候 他們因因期盼我們電業法要好好修 修出一副好的電業法的同時 他們都一代表達 他們沒有要反對再生能源 所以我想國家在走上一個 新的能源結構的改革的大時代的時候 我們非常困難的任務 要修電業法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他能夠順利的順利的上路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這也是給我們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另外就是 社會上蠻關心一件事 就是替我們輿論界所關心的這件事情 請問一下進度 就是當時紫光要來台灣入主 細品、南貿這些投資案 那引起了我們的疑慮 那最近我們知道 細品的案已經取消 你們請回 細品的案已經取消了 好 那南貿的這些案 現在的進度是什麼 是 南貿的公司 他們最近會召開董事會 那他召開董事會之後 那你們還有在審嗎 要等他發布重大訊息之後 我想還是要謹慎好不好 是 還是要謹慎好不好 好 那我們整個能源的政策 在電影法修正以後 我們所承諾人民的 就是民生的基本用電 電價部長這件事情 我希望我們能夠非常清楚的讓人民知道 是 也就可以在我們電影法修訂的時候 不會有太多的謠言在網路之間流傳 來影響我們電影法修法的這個進度 好不好 那今天還是要跟各位 本來要跟各位討論的一個問題 實在是時間不夠 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跟台電先稍微說一下好了 本席這個資料非常的清楚 你們對於台灣的養殖漁業 他們使用的電力超過契約的這個部分 就用竊電來定義它 長期就讓台灣好幾個縣市 再超出契約電量 永遠都排在前三名 而且量都不小 我希望那個部長你結合農委會 這個數字實在是沒有時間 這個數字顯示出來實在是很重大的議題 你要跟農委會一起 對於國家的養殖漁業的用電 我們到底應該要有一個怎樣的 合理的電價的結構來因應 讓這種養殖漁業背負切電罵名的這種現象 不要就永遠就存在那裡 好不好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但是這個時間很有限嗎 非常不公平 你們現在用的電價的計算 它沒有定義成切電 你們的表格裡面就是追償 每年那個所謂的切電追償的數字統計 你們就用這個概念嗎 你們就用這個概念嗎 這個概念是不應該的嗎 你可能有點誤解 但是我們會找時間給你說明 每一年追償幾億 每一年追償五億四億 你們就把它當作是這個切電追償數量 這是檢察官帶了人去查到的 對 但是你不要就一直都讓他 因為本委會有很多問題 都養殖漁業 對啊 這是你們電價結構出問題 你知道你電價的結構的計算 但根本就是給他們一個懲罰性的結構 我下回有機會 我再把那個農委會跟經濟部 那個台電叫在一起 你們兩個部門要叫在一起 來看這個問題 好不好 主席 我們有機會就把這個問題好好處理一下 因為我們台電很多 屏東也有 好 謝謝閉林委員 謝謝部長 董事長 接下來